陶珠宫一直被商家奉为商业上的鼻祖 很少有人知道 这位原名叫范里的越国大夫 商业上的启蒙老师纪言 就是春秋末年百家争命 独树一帜研究经济核算的记子 这位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经济学家 就是蒲洋人 我们不得不承认 历史的巧合 有着与地域历史割舍不开的关系 战国时期还是在蒲洋 诞生了另外一位商业奇才吕布韦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 以商人的身份进入政界 取得主持国政大权的只有吕布韦一人 吕布韦在秦国专权十二年 而这一历史阶段正是秦国均为大振 在统一全国的战争中 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 应当说秦实现统一 吕布韦是当之无愧的典籍者之一 在秦朝统一中国的过程中 唯一能与吕布韦并居前列的就是商鞅 这位主张志士不一道 变国不法骨的商鞅 在秦国变法二十一载后被车裂而死 然而杀死商鞅的秦惠文王并没有废除商君之法 变法的各项措施继续在秦国实行着 最终成就了秦灭六国统一中国的千秋伟业 而商鞅原名叫做魏鞅 是魏国国君的后代 同样出生在浦阳 更让我们惊奇的是 在秦统一全国的过程中 还有一位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人物 仍然是魏国人 公元前二三八年 秦军攻占了魏国的东部地区 设为东郡 同时把魏国迁徙到野王县 也就是今天的沁阳县境 而把魏国原有的浦阳归并入东郡 魏人靖柯反对秦魏国迁徙 策动魏元军逃归其宴 魏元军没有采纳荆柯的意见 荆柯只得只身逃到燕国 开始了他壮世一去不复反的悲壮行程 此外 由于浦阳县南陵黄河北街幽雁 东连齐鲁西以太行 重要的地理位置 是浦阳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古战场 据史料记载 远古时期的夏商昆武之战 春秋时期的晋楚成普之战 晋正铁丘之战 秦末汉初的刘邦项羽破秦之战 三国时期的曹操吕布蒲之战 古代时期的梁晋得胜之战 等等一系列战争和战役都发生在这里 这块叫做回鸾碑的宋代石碑 就记录了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战役 这就是公元一令令死战 廖国为了争夺灌难地 向宋朝这边进攻 一致达到这个铺杨成为这个地方 宋真宗在口中的极简之下亲政 结果这个廖国展牌 宋朝活胜 当这个曹李勇向宋真宗汇报 即将以三十万大乘贺有的时候 宋真宗非常高兴 因为出乎他的意料了 原来他计划着用一百万 只要能探证贺有也行 所以他很高兴 急悉就写了一艘七丹雏青石 因为这个七丹雏青石呢 在后来又被称为会乱石 这个白就叫会乱美 这些足以改变华夏历史的事件与人物 聚集在一个地方 的确是一件令濮阳人倍感自豪的事情